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样式的话呢 它在画图这方面来讲的话 其实它原本设计并不是真的要拿来画图的 可是其实有时候你在偷懒 想要在短时间产生一些基本的立体感变化 用这方式其实还蛮好用的 那我们先解释一下它的原理一下 它原理其实很单纯 那现在的话呢 我画一个白色的颜色在画面内好了 在这个新的涂层 其他地方都透明的 那我只要点了这个涂层的样式之后 那里面比较常用的是内阴影这一些 那我先把用混合选项打开 其实你选任何一个都没关系 因为它就会出现一个面板 那出现这个面板之后的话 去选你要的样式 那里面的比较常用的 或者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就是这几个 内阴影 内光阴 外阴影 外光阴 阴影 这四个 因为这四个比较容易理解 而且用法比较简单一点 那我们先点这个所谓的阴影好了 那这个阴影的话呢 记得要点一下这里 有个蓝色选项 代表你已经选到了操作它 那这个阴影的话 它就是把你原本的形状 再做一个出来 再做一个出来 然后用一个颜色把它填进去 那这个颜色的话呢 放在这里 你可以用黑色的 那我们换别的颜色 也可以换红色的 那或者可以调它颜色的百分比 不透明度 可以调整 那它就是一定会放在你的 这个物件的下方 会被你的物件挡住 有这样子 那你可以在画面内自由去移动它 好像就是代表 光线从这边来 影子打在下面 你可以自由移动这个位置 好可以这样调整 那再来它可以去调整它 模糊的一个方法 好它影子看起来比较模糊 这样看起来比较真实 那因为当你有一个影子之后 看起来就有点比较具有立体感 有一个前后顺序出来了 好这是阴影的部分 好那它原本预设的方式的话呢 是用加深的方法去做色彩增值 所以你可以改一下加量的模式 它就不是影子了 它可能就变加量 我换一个颜色 可能看的比较明显一点 在它旁边这里 有一块比较白的颜色 可能我改的是用加量的模式 所以它不见得只能做加深哦 它只是叫阴影而已 其实它就是用混合模式的用法 那我们换另外一个叫内阴影来看一下 意思完全一模一样 它就是把你这个形状重新再做一块 用比较深的颜色做出来 颜色一样也可以调整 一样也可以调整它混合的模式 一样也可以调整模糊的方式 那差别只在于说 它就只会放在你这个物件的内侧 好里面而已 所以这样有个简单的立体感 有没有 负手去把影子的方向再调整一下 好这样子 那可是你会发现当我调整影子怎么连里面这个地方也跟着去调整了 因为它这里有个叫使用整体光源 我会建议你每次操作都把它们取消掉比较安全 你在调影子才不会调到 调内阴影才不会调到那个阴影的影子 那你看这样调整之后 再小一点点 一个很立体的一个球状物放在这里 而且还有影子 就只是光是调整这两个参数而已 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光晕跟外光晕一下 我把颜色再加重一点 比较容易看得到 好那再点一次 点了什么外光晕 那外光晕顾敏斯就是在外围加一个比较亮的颜色 用混合模式就是用绿色 那颜色的话你也可以自己修改 你可以这样做调整 看你要什么颜色都可以 那它跟阴影的差别在于说 阴影可以只有调整它的位置 外光永远没办法调整位置 好没办法 那我们看内光晕一下 也是完全一模一样哦 它也可以去调整 它一样是让我加量的模式 绿色 颜色一样也可以做调整 颜色都可以调 那也可以调整混合的 那个尺寸模糊的尺寸 那也是跟内影一样 它就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它不能去调整它 这些加量的位置 无法调整加量位置 那唯一能够调整的是 它可以选择从由外而内去加量 或者是由内而外去加量 它可以选择这两种方法 好那这几个是比较常用到的 要去表现光线明暗变化的时候 比较常用到的 好那我们先取消 准备来这一次的练习 那这一次我们画的造型的话 比较简单一点 就一只像一只蜥蜴的 这种感觉 那我去冲到尾就是用 呃就不上色了 不讲说不上色 就是我没有用拿着画笔去画颜色的深浅变化 而是用图整的样式来做 那一般情况下当然不会这样画图 但是为了要节省时间 因为这样其实很快 那再来的话就是 当然这一次是为了要教这个 所以我比较刻意一点的 用这种方式来做 只要你能够习惯 其实这种方法真的很快 那你不见得说 一定要从头到尾都用这种方式 你如果觉得好用的地方用就好 不好用的地方 还是回去拿着你的画笔 开始用画的都可以 好没有强制说 一定要用某一种方法去画图 画图的话 只要能够把你的作品呈现出来 用任何一种方式 其实说真的无所谓 有时候我们在讲说 用什么笔刷比较好画 不是说真的叫你一定要用这种笔刷去画图 或说用什么方法去画 那都不见得说 一定要百分之百遵照 这样的一个规则去做 不见得 只要你觉得那个方法好用 那当然就是用它 不好用 当然就赶快换其他的 那不过我们讲的是不好用 那我不是说不熟悉哦 如果当你不熟悉的时候 就直接批评它不好用 那这样不够客观 那我先把它身体的范围呢 我先框出来一下 那用路径工具的话呢 我先把它身体这一块啊 我先把它填满了一个白色 因为我预设就用白色 好那我填满这个身体之后啊 好那颜色的话呢 我就直接点fx这个符号 颜色我可以先选颜色覆盖 我可以去选一个我想要的颜色 好那我把它选择是一个 呃 这种浅蓝色好了 好先确定 颜色覆盖 可以帮它从白色变另外一个颜色 那我可以选择内光晕 诶 按错了 内光晕 好 那我把内光晕的话呢 稍微加强一下 它有一个发亮的感觉出来 好周围一个亮度 那或者我可以把这个加亮的感觉的话 我也可以改成是加深哦 色彩增值 然后改个比较重的颜色 周围也可以加深 好 也可以这样子来做 那不过我现在先用 驱动方法先把它产生一个 一个亮度出来好了 像这样一个亮度 好去表现它的身体 好 那再第二个的话呢 我再去点一下内应 去加点影子的感觉出来 应该讲它身体的暗面 立体感稍微比较明显 尤其尾巴这一块 好 再来点一下 换一下我希望的影子的颜色 我希望说它影子呢 比较往 蓝指色调这一方面偏过来一点 加重加重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影子 内光好像太过于强烈了 再弱一点点 好 先这样子 好 那它身体的部分的话呢 你看从头到尾连拿画笔都还没拿到 就这样最基本的立体感出来了 好 再来 那我现在的话呢 呃 再把它的角画出来 那我复习 就是让同学复习一下使用这种路径工具去框 好 只要能够习惯用路径的话说真的它动作真的还蛮快的 尤其是做那种比较复杂的或比较尖锐的造型的话 其实很好用 像很多同学都会抱怨说那个这个工具啊 很难用 那其实通常都是还不够熟悉它 好 那现在的话呢 角一样把它框好之后开一个新的图层 点第一个按钮上色了 好 上完颜色 那这个图层样式的话其实可以共享哦 原本这个图层样式啊 当你框好这一个 它旁边会有一个写FX这个符号 你可以点一下滑鼠右键 好 把它的图层样式拷贝起来 然后回到你要的角这边再把它们贴回去一次 贴上图层样式 好 你看角这边也产生这样这种效果了 那如果觉得不够好看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做点修改 宽数点个两下 好 这时候进入到修改模式 我去把内光音呢 再稍微加强一点点一下 看效果如何 好 好 现在这么强烈 那或者它的影子啊 内阴影的部分 你如果觉得角度不太不太喜欢 也可以做简单的微调 有没有 你可以再做点调整 好 可以这样子来做 那甚至你可以做点影子 阴影 它会跑出影子出来 可是目前还不适合 好 等一下再来做影子 好 我先按一下确定 这就是我要的一个效果 确定 那有一个地方的话 我比较觉得麻烦的是 这个边缘 好像太过于锐利了 我希望它黏在它的身体 好 那这个边缘怎么做呢 那我会用的方法是 我会把这一段呢 先框选出来 先把我要的范围框一下 那在框的时候呢 你可以调一点 雨画质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好 框好之后 我们再做一个效果 滤镜 模糊 里面的高丝模糊 可以让它扩张一点 变得比较模糊一点 你可以发现 它好像从原本比较锐利的 逐渐的好像融到原本的底色 那个环境里面去了 适当素质就好 完成 确定 它好像就从脚这边 脚就从这边这样长出来 好 再来 那其他地方的话呢 就是用相同的方法来做就可以 相同的方法 那我先把它头的地方呢 一样把头做出来好了 好 那头部的地方呢 开一个新的涂层 记得都是开新的涂层来做哦 好 新的涂层 一样点一下甜色 一定要有个基本的颜色 涂层样式才有变化 按右键 把涂层的样式呢 贴上去 好 头部的颜色出来了 那如果觉得需要修改的话 一样点个两下 好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做调整 我希望 再强一点点 那角度可能再歪一点点就好 好 搞定 内光晕应该也可以再稍微加强一点 好 可能像这样就好了 好 那这是头部的地方 这样就OK 好 那如果你希望他嘴巴分开来的话呢 你也可以这样 好 也许我就把他嘴巴呢 框起来 好 变一个选取范围之后 好 按下Ctrl Z 复制起来 嘴巴这一块就分开来了 好 那颜色的我调整的话 我们再调整一下 颜色可以再做一点微调 内光晕的话 也可以再调整一点点 好 那么看一下效果 嘴巴就分开来了 那可是这边缘呢 太过于生硬的时候啊 好 用刚才的方法 一样把它们框起来一下 好 那也可以重复再做一次这个滤镜 高湿模糊 它颜色就这样 柔掉了 比较模糊的 柔掉了 好 那这样就完成 那如果有一些颜色跑到范围外啊 很简单 好 非常简单 你只要先找出 我们这个头部的选取范围 按下Ctrl键去 连一下这个小小的涂层这个框 好 再来回到这边 点遮瑟片就好 搞定 超出去的范围就不见了 好 那再来我们再做什么呢 眼睛好了 好 眼睛 那眼睛的话 我就开个新的涂层 我先把它画一颗好了 好 这些填白色 好 有这样一颗 那眼睛的话呢 我就一样用这些涂层样式来做 好 点一下 内影 往里面加个影子出来 好 合个球状体 这样就做好了 那再来的话 我可以再复制一个起来 Ctrl J 好 再变形 再稍微收小一点 好 确定 好 那确定好的时候呢 按下确定 And 键 好 那颜色如果不够喜欢呢 点下效果 好 那你可以做个颜色覆盖 看你希望它是什么样的眼睛颜色 好 那这一块的话呢 先确定一下 好 再来 又复制一个起来 再缩小一点点 让它的瞳孔 好 这边再稍微检查一下 好 确定 好 那再复制一个起来 可最后这个的话 把所有效果都关掉 因为它就是白色的 好 再缩小一点 好 再确定它 好 移动一下 当眼睛的反光点 好 搞定 那这几个图层的话 因为 数量比较多一点点 好 这四个 我们先把它做群组起来好了 好 做个群组 等一下要复制 比较好复制 好 再来 把这个 不是群组 刚才是直接把它们合并起来了 好 再复制一个 Ctrl J 好 那这个变形一下 水平翻转 好 调一下位置 好 差不多 好 那眼睛的地方 这样子也完成了 好 那这个过程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用到任何的 好 比如说要在那边上色 就只有用这些图层的样式 慢慢去做调整 好 再来 好 哪些要继续做的呢 这个嘴巴的话 可以再把这里再复制一块起来好了 效果不够好 放弃 再来 那其他就是它的脚的部分 也就是用一样的方法去做 好 那我们就去用路径工具来框了 好 快好了 那再来的话呢 那我们最后剩一点时间的话呢 做一点简单的整理 那我希望它的身体 那可能有一道光线 从这边让照射进来的 好 那我把这些图层呢 把它们选起来一下 好 做一个群组 做群组 那是保持一致性的 哎 好像还少一只脚 放进去在群组包 好 那现在的话呢 我可以这样做 这个群组还是可以再套用这个图层样式哦 好 那这一次的话 我把它修改一下 我改成是一个叫加亮的模式 绿色 然后改一个颜色亮一点 好 可以去调整一下它的光线位置 确定 好 可以 这两只脚的话 其实应该分开来去做 好 没关系 那再来 好 那比较后方这两只脚 因为颜色 它比较后面一点 那我想说颜色的话呢 让它 再按一点点 好像太夸张了 太暗了 好 先这样 好 那再来 再看一下 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加强 好 这个做内应 有这个亮度出来 嗯 这个 有这个效果 没这个效果 没什么差 先丢掉 好 那 目前为止的话呢 这个示范就已经快要差不多了 好 那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呢 我在想说 嗯 去选一下 我先复制一张起来一下 好 那我开个新的图层 帮它做一个 相反一下 一个白色的影子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干净 不是影子 用周围把颜色挡住 它其实就只是一个框而已 那我也可以再把这个框的做一些效果 可以这样再来做一次 那或者用内应 看一下效果 好像一个影子 可是这个感觉没有特别好 好 这样子 看一下效果 可以 好 那之后的话呢 如果觉得颜色已经OK了 那我们再考虑说 要不要用画的方式 去做细部的微调 好 那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示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合 Rescue